陳偉偉在2022年7月14日出任新聞處處長 他曾在多個決策局及部門服務 包括出任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政務助理 前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副總監等 他在接任新聞處處長之前 是政務司司長辦公室核下施政報告組副主任 值得一提的是 在陳偉偉上任前 新聞處處長一職已員空超過半年 前主長鄭偉元在2021年12月被調任一帶一路專員 至於盛傳將會接任的廖李何其 鄧炳強在今年3月8日曾在Facebook發文 稱廖李何其是23條立法工作的幕後女工神 並向她送上蛋糕 另外在《基本法》23條立法後 廖李何其曾代表保安局去信英國衛報 表示強烈反對一篇題為 香港官員警告網上批評可能違反《新國安法》的文章 根據報導 廖李何其現時為首長級月一級政務官 若他接任新聞處處長後 將會升為D6級 月薪液將由現時25萬元 升約至28萬元 喂喂 看完米酒住啊 記得like、subscribe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吧 支持生の物語 ack 打聽 打聽 繼續 打聽